中国个人税法新制从2019年1月1号正式上路 近日中国推出个人所得税应用程式 短短上线一天就成为安卓与苹果下载双榜第一 不过也因为如此遭到不法人士盯上 根据360烽火实验室研究团队发现 个人所得税应用程式已经被恶意广告木马盯上 光是27号一天就检测到62例伪装木马样本 研究团队也担心中国新税法元旦启动之后 下载亮高峰恐怕引来木马病毒爆发潮 中国航太发展进入新的里程碑 先是由中国航太科技集团自主建设的 低轨卫星通信系统红艳星座卫星 在12月29号发射成功 最后在30号8点55分 嫦娥4号在环越航行成功变换轨道 顺利进入着陆月球背面的预定准备轨道 渴望在2019年1月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尚未公开宣布 嫦娥4号将会在什么时候尝试着陆 不过大多数专家猜测 着陆最快将会在2019年1月初进行 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月球背面 将会有大约14天的时间 暴露在充足的阳光之下 可以为嫦娥4号的太阳能电池充电 同样在2019年元旦 中国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综合媒体报导 有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中央拟定要在1月2号举行纪念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天将会发表对台讲话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导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纪念会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届时习近平也将发表谈话 外界分析习近平将会通盘定调 上任以来的对台问题 另一方面原定1月举行的 中国全国台联举办的台胞社团峰会 都被取消 要等到习近平的谈话过后 才会决定论坛走向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今年6月宣布要将九龙城马头围的 都根计划改为港人首次智产先导计划 命名为焕然义居 共有450个单位 香港市区重建局公布价目标 以市价62折出售 根据价目标 这座建案每平方尺单价为 11,692元到13,969元 使用面积最小的单位 大约261平方尺 售价为660.5万港币 这座社区将在明年1月3号到23号 接受申请 申请人必须居住在香港满七年 过去也不能有在香港购买房产的记录 知名歌手张学友在中国的巡回演唱会 评传抓到逃犯 日前张学友在江苏、苏州连唱三天 当地公安昨天宣布 三天当中已经有22名罪犯落网 苏州公安在官方微博发文表示 12月28号到30号 张学友演唱会期间 全市共有22名罪犯落网 贴文并没有透露罪犯落网的详情 不过张学友演唱会 屡屡有逃犯落网的消息传出 中国媒体日前就盘点 从今年4月首度有逃犯 在张学友演唱会被逮捕之后 警方已经在张学友演唱会上 陆续逮捕60名嫌犯 其中单单在安徽合肥 就逮捕了9名再逃嫌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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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